我覺得我和她的生活是非常恐慌 每天好像要忍她發脾氣 其實我當時覺得她發脾氣不太好 我覺得她每次發脾氣就是去拿走對她的愛 會不會我們分開生活可能更開心呢 嗨 大家好 今集我們不是圍爐取暖 是為這部空氣清新茶肌取暖 這部是我們今集的廣告贊助 沒錯 這部是LG Pure Care AeroVeniture空氣清新茶肌 它其實是集茶肌和空氣清新機一身 有360度HIPAA濾網和獨有的UV Nano技術 消除到99.9%的超微細灰塵和細菌 而且它在韓國製造 有忌廉白、桂麗紅和香檸王三種顏色給你選擇 不同的家居風格都可以搭配 它桌面是有無線充電的 一放就立即充電了 待會我們和Case聊天的時候就不用怕沒電了 另外它還有一個情景氣氛燈 有八種顏色 大家只需要去LG的ThinkQ App就可以選擇顏色了 今集我們的空氣這麼清新又這麼好氣氛 我們可以放鬆心情解決 陳世佳這麼混沌的愛情問題 我們今集的Case是什麼呢 今集的女事主和老公結婚十年 最近她想離婚 所以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好 我們吸一口清新空氣 我們就接進來吧 Michelle你好 你好 這個問題是結婚十年來不離婚 有這個考慮 好 我想先說一下 我們這裡兩位結婚的年資不是很高 是 年多兩年 我們不知道幫不幫到你 但我們盡量幫 我和我先生就三十幾歲了 結婚十年 我們有兩個小朋友 我完全沒有拍拖 而她是拍拖的 就是當初拍拖的時候 我們拍了幾個月拖之後 我突然有了寶寶 接著我們就同時成婚去結婚 但是我們當時拍拖 都覺得對方是一個可以一直走下去的對象 所以當時都是很開心地去結婚 因為拍拖的過程 我們都是很開心的 我真的從來沒有跟她吵架 就是我們都有次去旅行 但是都沒有爭吵 所以當時我是不覺得有問題的 所以很開心去結婚 那一到小朋友出生之後 就真的開始有爭吵了 始終可能有些生活上磨擦 因為一直一起住 就是小朋友教育方面 也有些不同的意見 但是當時我都沒有想過分開的 有爭吵也正常的 我都覺得她對我很好 就是七年之樣 我去到結婚第七年的時候 我是覺得很辛苦 其實她的脾氣是很厲害的 初初拍都是不覺得她很厲害的 可能收得近一點 我第一次見她發脾氣 其實我都嚇了就叫了出來 我看到她這麼大的脾氣 其實我是很嚇跳的 很快些人發脾氣 扔東西 弄壞東西 她有這樣的 她有丟的東西 現在很少了 但以前她有試過搭電梯 她很生氣 一腳踢到電梯 哦 那我想問 你說她開頭都沒有這個問題呈現 一定是有些現實生活的問題 trigger到她 突然發大脾氣 你覺得是什麼原因 她是一些小小的爭執 可能是說了某句話 她覺得我有說過 我有印象 我沒有說過 很奇怪 就是這些位置都可以咬一頓 是 是 是 就踢電梯了 那次其實我想說真的 就是她跟她家人押完交 哦 那次不是生我的氣 我就跟她離開她家的時候 她就很久就大力踢電梯了 我知道涉及她家 她都是大脾氣一點 對著我會好一點 但我覺得可能都是日子來 她真的當我是家人 那開始的脾氣就出來 可能是日常生活一點點 我說一下她 她都會很大反應 就是你看她心情 她有時又不是那麼大反應 例如可能她那份工作壓力很大 她就很多時候 就拿了工作的壓力回家 我都已經盡量 見到黑面的時候 我都很少掛她 但是有時可能有些生活上的細節 可能譬如牌牌 可能小朋友衣服 就用小小朋友衣架 大人衣服就用大人衣架 她就不知道為什麼 拿了一個大人衣架 去掛前小朋友衣服 就撐得很大 那你長大了就可以穿 哈哈 很享受 三家的爸爸 這個情況是試過不止一次 我就忍不住 第一次我就說 喂 腎大了 第二次再說她的時候 她就很生氣 就說對不起 我想代理老公說一下 這個皮是怎麼發生的 因為她的心情就是覺得 我做事這麼辛苦 我已經幫忙做家務 幫你浪衣 那我只不過是拿大衣架 拿了一個小的衣服 都是浪了 都是乾 那你還要說我拿大衣架 不是 有時候不是很熟悉家務上的狀況 我覺得我已經做了 女生就會覺得 你不做更好 因為我只是從零 我還要減一 才做到兩層 所以我說我更離譜 我所有衣服都不會用衣架 你遷就好了 我勾著炸開的夾子 我什麼衣服都夾不住了 神經病 我是這樣的 你是不是想罵我 想罵我便宜 我用這個情況來說 你這樣說他 那男生會很容易裹起 我剛才說我的邏輯 其實他已經做得很辛苦 他打算幫忙 只不過幫個方法 可能跟你有些出入 變成你知道這個背景之後 你跟他說的時候 可以不同說法 你可以說 老公真的很感謝你幫忙做家務 不過如果做多一步 就完美了 就是用小衣架去掛小朋友的衣服 你要這樣說 他就會舒服很多 其實是面子問題 或者另一個做法就是 你默默地把所有衣服換成小衣架 你多做幾次 不斷做什麼 他看不到 原來是這樣的 他就會理解 他還有一個感恩的心 我做錯了 我做錯了 我會自己默默地弄 他很老婆 我想說我跟Michelle一樣 因為我老公也是做這樣的 她的心態 為什麼這麼生氣 她就說了一句 我做什麼都不對 永遠就是你那一套 就是對的 所以他有時候忍不住 就應該跟Michelle老公一樣發脾氣 就扔東西 因為這個是很常見的 是的 我家裡洗碗 我永遠都是 拿手桌 這就當然了 而且那些碗是有泡 你當洗完了嗎 洗潔癡是可以吃的 然後我女朋友又會重新 他一開始就會罵我 洗完之後這樣 我又重新洗過 到最後他已經不理 就自己拿了 雖然我都沒有改變 你就遇上了他 你還不是這樣做 但恐怕他避免了一場 關係的浩劫 這些是常生活的例子 是經常發生 怎樣去shake到我 我有些想分開 之前我們曾經討論過 一個比較重大的議題 就是說移民 是想走的 而他當時的態度 就不是完全抗拒 但是他就很關心 他工作 但是他也是可能 讀書做了很久 才做到現在這個位置 整理整理 他覺得如果完全放棄了 過到他又投來過 他覺得就很大風險 當時我就說 不如我先走了 我帶小朋友先過去 可能那邊設定了 都會OK你再過來 他當初都覺得OK的 但是到年尾 我跟他再拿回這件事 去談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 可能真的要抉擇了 那一刻 他就說他真心說話 就是說 其實我是不想走的 我想說 你剛才說了他的關心 你認不認同 我站在他的角度來說 他的事業 他的發展 我是完全認同他的觀念 但我站在小朋友的角度 我覺得 香港的教育 真的不太適合小朋友 我會覺得他最初 他扮演沒什麼所謂 其實他已經是有所謂 但他不想令你失望 他不想一下子打倒你 但是他呢 他很認同我 他那種香港的教育是不行的 但可能他不權衡了 他不想為了小朋友的教育問題 而放棄 他的事業 我會覺得男人和女人的分別 就是女人可能小朋友為重 男人可能會想長遠一點 他不是擔心自己的問題 他擔心我可能 成家 是啊 因為他會擔心大家都沒有放開 甚至他最後 終歸他其實是愛的表現 他就是想給好的生活 你和小朋友 我簡直想用另一個角度 去看這件事 就是由他一開始 結婚一些吵架 以及移民這件事 其實我聽得出 老公是一個 不是很懂得轉化自己的情緒的人 我認識過一個男朋友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很容易吵架 不是 我不打算說 不是 有一個男朋友 他真的很容易吵架 可能我和朋友出家吃飯 他會這樣吵架 然後我慢慢會去問他 為何你不想我去 是否因為你想我陪你 然後他就會慢慢承認 有這麼少朋友 是的 我每一個男生都是小朋友 男生和女生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男生將所有情緒 都是用生氣來表示 女生可能是用哭來表示 那男生不知道自己生氣的原因 是原來他工作可能有些問題 很沮喪 他就拿了髮脾氣在你身上 Cheria 我想問 你們家庭的負擔 是落在你老公那邊 還是大家一半一半 我和他有上班 他是找得多過我 你當他負擔六七成 我負責三四成 他可以負責全家 但我自己不想 我也想有一個環節 因為我和我老公都是在經歷這個階段 我們是想離開香港 為了小朋友發展 但因為我沒有我老公賺得那麼多 他自然就會想起 如果我離開香港去別處發展 如果我賺不回這塊錢 他不只是自己捱我 他自己捱也算了 那我小朋友怎麼辦 我老婆怎麼辦 我覺得你老公一想到 很現實錢 生活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就非常抗拒 而不是說 他不認同你移民 或者是不想給一個好的生活小朋友 我這麼久以來 我見過他兩次哭 一次是 初初拍拖 他買樓的時候 太大壓力了 他就是哭了 這次是第二次見他哭 他想了很多事情 他突然很不開心 後來就聊天的時候 他就哭了 他有一個擔憂 我覺得有一天會帶走兩個小朋友 丟掉他一個人 我不知道怎麼說 他好像不懂得多愛一個人 我看你老公就是 一個人如果他沒有工作壓力 其實是不會發脾氣的 我自己也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平時很和善的 全部網上都在笑 現在很想拍 我對人很好 但當有一個壓力來 其實沒有辦法 你就要忍 要完成那件事 那就會有情緒 所以我覺得你老公 你剛開始認識他時 其實他沒什麼 所以其實他的脾氣 不是他的本質 而是因為他有壓力 他才這樣 其實香港 因為環境問題 令到大家移民 不是你老公的錯 是環境的問題 但我們往往 當面對這個問題 但我們的另一半不走 我們的情緒 發洩不到給環境 我們變成轉移到他老公 就覺得他不肯離開 你再想真點 不是你老公 令到香港社會環境這樣 是誰令到社會環境那麼差 而我們都是在處理的一份子 但最後我們很容易 把情緒給了另一半 其實他也是受害者 我們不要這樣 否則會影響我們的關係 這是最壞的情況 或者其他辦法 自己不懂兩個溝通 第三者去幫你 就是因為我七年想想念頭 那時我又見到社工 社工的輔導 我正當初 因為是我直行 那時試過跟他吵架 我好像離家出走 不回家 他可能才意識到一個問題 他就肯陪我去見社工 一來我太大反應 他見到我這樣 他都不想冒了我吧 我吸引了 他那時是控制他的脾氣 控制得好了 見社工之後 而我聽完社工的一些說話 開解完 我是有些事情想通了 例如 以前我會很執著 覺得我對他這麼好 為什麼他這麼好 但是社工開解我 就是說 你不要去執著 那個付出是為了他 其實你做這件事 是為了你自己開心 而不是為了他的 這樣說一說 我當時是突然開通了 是哦 其實我對他好 其實是 反正是想我自己開心 是啊 是啊 那我就不要再見社工 就跟自己說 我覺得我們OK了 而去到 就是剛才說了 移民的問題 接著就有點爭吵 雖然最後決定 設定我們在香港 但是當又有爭吵的時候 他可能有點壓力 回家 然後我們有點震撞 我就整天 腦子又臨起 為什麼 我們這樣一直下去 會不會慢慢 演變到 我看到的一些 老夫老妻的關係 就是 例如我爸爸媽媽 就是 我爸日是屁股很大 我爸爸雖然沒有分開 但是我覺得他們就已經完全是 好像各自各生活 即假的 大事大事大事 才坐在一起吃飯 就是沒有溝通了 就是我不想 好像去到這樣 你不要將你見到 你家人的情況 代入你自己 我覺得你面對的問題 其實都不是太大問題 是溝通可以解決到 但我會想說 你跟你老公相處了10年 我覺得 你不是很了解他 或者你了解他 你不是很了解你自己 所以你不會 放下你自己來遷就他 我透過你認識你老公 我也知道他其實很愛你 但是他一面對壓力 他不善於溝通 不善於表達情緒 他不懂跟你談 而你了解你自己呢 我覺得 你剛才說得對 社工怎樣做了你 其實你自己也要了解你自己 你太女強了 我認識你短短那幾分鐘 你不斷地說 可能老公不懂得離開我 你堅持自己要 拿些薪金出來 支持家 其實那也是一個 很女強人的表現 而令到你老公 不就很大壓力 所以他不跟你說 還有我自己有一個小小的觀感 就是譬如你給我一個感覺 就是你所有東西 都要符合著你的想法 如果它有一點偏差的話 那可能你就會有 例如一個大衣架 或者一個小衣架 你都會有一點執著 因為這是一個關係很危險 你看自己比較太大 就好像你跟她說移民 其實兩夫妻 其實是你有這個想法 大家一起拿出來談 而不是你已經決定了 你問她意見 她不肯 我決定了你不肯 你生氣 剛才Michelle說 見完社工之後 老公脾氣好了 我覺得脾氣好了 這是一個短時間的忍耐 你老公的情緒 你要再去處理 另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說最後維持好了 好 留在香港 那你口中就是維持好了 但你剛才說你一吵架的時候 你就會想起這件事 想起 都是移民的 所以其實不是維持好了 你沒有處理了 我想起這件事是因為 我經常要忍耀一些脾氣 因為以前爸爸很大脾氣 我終於不想跟他一起住的時候 是一種 我終於可以離開他 我不用 當然我都很愛我爸爸 但是我覺得我和他在生活是非常恐怖 明白啊 因為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爆炸 但是我覺得那東西是一個 一個計時炸彈 我好像要忍他發脾氣 其實很多時候我不是說他發脾氣 我覺得他每一次發脾氣 就是去拿走我對他的愛 就是 我覺得是辛苦 很多時候我沒有跟他正面對風 因為有時候我跟他爭論 這個問題 他是 是 不斷地罵 他要爭贏為止 因為我 那時候我跟他說 行了算了是我錯了 是我錯 但是他停不了 我已經是很害怕跟他談 他的問題 因為 其實我也很明白的 我自己都很硬的 他也很硬的 是啊 就是那個性交很難改變 所以之前很迷惘 是覺得 他又改不了 我又改不了 會否我們走不下去呢 那些衣服不埋 就要吵架 是不是 是不是這些日子要繼續下去呢 會不會我們分開生活 可能更開心呢 打算來 其中一個就是 只不過我可以有一個 好一點的方法 去跟我老公溝通 你唯一做到 會對事情好 就是你要讓步 你說到他又改不了 你又改不了 就是火星撞地球 其實你可以決定 你可以首先去改變 我覺得Michelle和老公 都要想清楚一點就是 每次的溝通 不一定是有一個答案 最重要是讓大家知道 我想A 原來你根本不是想A 我是在想B 之後大家再調和 而不是每次拋一個論點出來 對方就一定去挑戰 無論怎樣都會喊架 因為其實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跟我老公都是這樣的 但我老公比較好 會讓我 說好了好了 你說那個對 但其實我知道 他心底不是這樣想 所以我自己都會反省 我會想 我可能他真的不喜歡 這也是一個 叫做避免衝突的方法 我不要理會那個事 其實要處理好心情 兩位都是 你Share 和你老公都是 對 甚至你跟他談了 他看到你放下自己 可能他也沒有那麼大名氣 他放下自己 而且你很容易 就會把你爸爸 以前給你的不好的經歷 和你老公拉在一起 但其實他兩件事是不同的 所以真心我覺得 就找專家 而在找專家之前 你和你老公真的可能 坐定定 在沒有情緒的地步 溝通 說你這幾年 你在受傷的事情 而你不是罵他 而是你也告訴他 你了解他的壓力很大 就是解決情緒才解決問題 我會私人 我會私人 少點報 我就私人 我不是想發脾氣 就是大家 就是發脾氣嗎 不是吵架 我真的想跟你聊 就是讓他見到你很誠懇 不是想找吵架 而且很老套 就是你想想 你第一天結婚的時候 你打算跟他一起走下去 你不可以好像 就是爸爸說可以離開 這個人是陪你一輩子的 爸爸你吹不上 他是高在上 其實兩個夫妻 其實有時候 一個高有時候低 是應該會 會暗性一點 其實我這些 結婚新手 聽了十年 都覺得其實很厲害 其實很厲害 而且聽你們的相處 根本就是很疼大家 但是不懂得說 是一個解決我的問題 所以努力 我們之後再打給你們 看看怎樣 記得你之前 開始跟我們說 你覺得你們真心相愛 他真的很愛你 而你其實也很想維持 拿著這件事 你就知道 初心 皮你立即收到了 嗯嗯嗯 是的 你能夠搞定的 希望吧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謝謝你 我感謝你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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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買空氣清新機 你的身材 哈哈哈 我剛才聽完Michelle的案件 我想起 我老公經常都說我 就是你每次想到一件事 你純粹就是知會我 而不是問我意見 因為我個人比較強勢 他都知道 現在想一想 我很多時候 都沒有站在我老公的角度 所有的關係中 一定有一個比較主導 如果主導的時候 好像你這麼說 就是已經決定了一件事 就不知會對方 所以其實主導的 一定要反省自己 每次問對方時 真的要聽他的意見 就好像他兩個人一樣 我反省自己 對呀 反省 我沒有反省 因為如果你說 一段關係 其實理論上 大家都是不平起平坐的 如果你說 公司 我是你上司 那我就騙著你 那你就做吧 不要犯過法 大哥 會出來給你 但是關係 其實大家記住是 是平坐的 所以互相隱約 還有 處理情緒 情緒多數令事情 會複雜了 千萬不要聽到一句 我不認同一種 我平常就這樣 我一不認同就 為甚麼 其實是不好的 真的要不計 所以放鬆心情很重要 對呀 跟你在說 我現在很放鬆 我的新生機就可以令你 放鬆心情 今天差不多了 感謝大家 拜拜 為大家隆重介紹 愧疆國的台湯 各位 掌聲 哦 啊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乾杯 爹爹媽的乾杯 好